今天哲學星期五 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 探討台中 就是中科台中基地擴長的這個計畫 然後我自己先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待會進行的一個模式這樣子 我們會用比較是 類似神醫師民主的方式進行 然後第一點就是 第一個部分會先讓 就是今天三位已經談了 先針對他們對這個議題相關的層面 對不同的面向切入 然後做一些基礎資料 還有一些建議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會開放就是 大家現場提問這樣子 那第一輪我們會針對這個議題 然後大家有些什麼疑問 沒有遺棄的 我們先蒐集一輪來做綜合討論 然後第二階段我們就進行 就是所謂的針對這個議題 那如果我們要有一些行動方案的話 大家有些什麼想像 然後可以丟出來大家一起來討論 差不多是這樣一個方式 所以待會我會先請 就是我們台灣生態學會的秘書長 由蔡指導先生先做針對這個議題 因為他們是這個議題是 已經耕耘很久了 然後一些相關的議題的資料 他們可以做一些清楚的說明 那我們對這個議題 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 那待會就在議題進行 就是基礎資料的一個說明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們覺得有一些專有名詞 聽不太懂 你這個手勢 就抓頭 抓頭就是有困惑 如果非常的困惑 兩隻手 然後講者 但是我們在說明的時候 基本上不打斷講者 所以就不提問或說回應 就先讓他們講完 然後我們的那種對話是在第二個階段 就是我們整個對話的時候 那那個部分的一些互動的方式跟手勢 我等第二階段我再講 所以第一個階段就是 誒 有困惑就抓頭 然後講者就想辦法 用比較白話的方式解釋 讓你了解這樣子 那我們就 接下來時間就先交給 我們就志豪 志豪 謝謝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有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中科台育電的扣子單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 跟年輕人比較有關係 跟年紀比較大人沒有關係 因為呢 我講的是說 因為他所受到的衝擊 衝擊最大就是年輕人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個中科一期二期 我們來回顧一下 中科一期 他是在2003年的時候通過懷比 二期是2004年 如果我講得比較快 跟不上的話 你也請你抓一下頭 因為我會速度會比較快 2015年的時候 我來說 如果講者太快的話 你可以比一個賣戶的手上 2015年的時候 就是進行了所謂的擴廠 擴廠 那我們的科學園區 事實上在科學園區 譬如說我們在科學園區 在進行這些抗爭的時候 包括懷比的這些疑慮的時候 在台育電他們講的是 他們其實是有備案的 譬如說他們在懷比的時候 在1月21號 因為這個懷比通過是2月6號 在1月21號在懷比之前 他們就講說 如果說這個中科的這個案子 懷比沒有過的話 那他們會去哪裡 他們會去台南 去南科 那代表說這個地方 他們是有備案 就是不一定要在這個地方 就很清楚 不一定要在台中這個地方 他們事實上還有其他地方可以選擇 另外呢 為什麼他們叫做擴廠 其實就是在規避所謂的政策環平 因為我們在台南的科學園區 或者是在其他 那在劉正宏他們搞了一大堆 在苗栗一大堆的科學工業區 那這些工業區呢 閒置的 那當然他們也會講說 惡寧的園區他們的放流水 現在還在二階環平 你今天在這個地方有 626公頃 現在是空的你知道嗎 他只有用兩公頃 那我們國家有一個叫政策環平 就是說這個環平有分為個案環平跟政策環平 政策環平就是我們現在已經開了這麼多的工業區 你現在還要再開一個新的工業區 你要去跟人家徵收土地 你要去破壞其他的地方 那必須要先進行政策環平 就是說你的舊的工業區你用完 這合理啦對不對 你原本舊的工業區你用完沒有 你台南科學園區你的舊的工業區你用完沒有 你的二陵中科市區有620多公頃 你當時為了那個相思寮 那個很多農民你把他的家產都全部徵收了 然後最後你現在在那邊養蚊子 電頭蚊子工業區 這是說不過去的啦 所以他們就是用了一個什麼 叫做擴廠 擴廠是什麼意思呢 擴廠就是說它不是新的工業區 它要去規避新設工業區的政策環平 我說我這個不是新設工業區 我叫做擴廠 擴廠又是什麼意思呢 他意思是說 這有的話 他意思是說這個既然叫擴廠 就是一期跟二期就會有所謂的 污染的環平的核定量 你知道每次在環平的時候 那憑什麼 憑說你可以污染多少 所以呢 一期跟二期呢 就會有一個 污染的環平的核定量 所以他們當時在幾次的環平大會的時候 就說我這個是擴廠 再強調一次喔 他們中科一直在強調 我這個是擴廠 所以呢 這一個擴廠的這個案子 他所增加的新的污染 不會超過中科一期二期 當時在2004年環平給他的核定量 他不能超過 這樣OK嗎 他們講的是擴廠 好 結果你知道看齁 這幾次的 這幾次的這個 從前年的2013然後一直到2月6號 發生了什麼事情齁 這每一次的這個會議 我告訴各位齁 我們科學園區現在是一個污染的黑箱 你會覺得我們環平怎麼 在憑什麼齁 因為我們的科學園區 因為我們國家為了要保護他們 跟其他的這個科技大廠 國外的科技大廠競爭 所以呢 他們排放的 他們使用的原物要叫做機密 你知道嗎 商業機密 連我們要去查他們說 他們到底用水多少 排放的廢水多少 之間的差距是多少 你知道 因為他們跟自然水公司買水 他們的水要進到污水處理場 有落差 我們歡迎說你這些污水 是不是打到地下水 是不是跟RCA一樣打到地下水 我們要查 結果他說這個 連用水都是商業機密 你就不用講說他們的原物量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在科學園區的 裡面的工廠 他們的廢棄排放的煙道的監測 是沒有的 沒有要怎麼做環平 請廠商誠實報告 書面報告 來做環評 他說一百項就一百項 他說兩百項就兩百項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每一次環評的時候 為什麼 這是史無前例 從專案小組會議到環評大會 居然開了四次的延續會議 什麼意思呢 這每一次的延續會議都是什麼 都是環保團體查到了 原來他們提了這些環評書裡面的 這個原物量的物質 以及致癌物居然是缺漏的 你知道你這樣缺了一個 這個致癌物 你後面的致癌風險就不一樣了 他們刻意的缺漏了好多的這個 這個資料 然後每一次呢 提出來 然後環保署組長就 那你們下次再補考 就回去再重算 結果回去重算 又被提出來 又有資料說你們 你們還有一些這個 這個致癌物裡面 居然沒有算去 又重算 結果到最後一次 煙道裡面的P304的 這個指譜圖 居然是一級致癌物 居然用非致癌物去頂替 你知道嗎 這已經離譜到幾點了 結果在最後一次 2月6號的時候 我們居然說 你必須要講清楚 這已經涉及到偽造文書了 結果呢 警察清場環評通過了 如果說 同樣的時間 風舟工業區的火灌也在這邊 同一個時間 你們的環評是12月24號 12月24號的時候 這件事情在環評喔 風舟工業區比這件事情 規模還要小 我們只有提一件事情而已 我們只有提道路的問題 然後它就打掉 我講一下 他們這個12月24號 風舟工業區影響的比較小喔 他們居然風舟工業區只是因為 這個道路就進入到二階環評 我們如果說 國家的體制 我們要通過環評 我們尊重環評 但是居然 風舟工業區 在12月24號 是進入到二階環評 我們到2月6號的時候 是警察清場然後通過了 所以到現在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你到底在反審嗎 你看 這個是當天2月6號的環保署 他們丟出來的一個 這個投影片說他們審查的資料 我唸一遍 因為當時是非常混亂的 因為跟警察在爭論很多 他說什麼 我們這些爭議是什麼 你唸一遍給你聽 雖然民眾 環保團體就是環保團體 與本案四次的初審過程中 均未提出相關具體的疑議事項 如果沒有提出相關具體的疑議事項 居然可以開四次 且呢 引據其他的報告的正確性或完整性 非本案委員能夠審查的範圍 什麼意思 我們提出了 提出了說 他們有很多的自癌物沒有列進去 然後我們也提出了 中國醫藥大學相關在這邊做的一些 重金屬的研究 他們說環評委員 我們所提出的這些資料 正確性跟完整性 不是環評委員審查的範圍 所以他們相信偽造文書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環評報告的定稿本 在用電 用電的部分 中科一級環評書的總量 是1020.11百萬瓦 結果呢 中科現在目前已經用掉820百萬瓦 剩下200.11百萬瓦 我用百萬瓦 這是千瓦 所以中科這個地方 他的用電只剩下200百萬瓦 結果這一次他們用擴廠的名義 他們用擴廠的名義 非但跟他們原來講的都不一樣 他們用擴廠的名義呢 用電這裡只剩下200百萬瓦 結果呢 多核給他的600百萬瓦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有毒的事業廢企物 這個有毒的事業廢企物呢 這個整個科學園區 核定的是每一天 是89噸 現在目前科學園區 產生的有毒廢企物是87.92噸 剩下多少配額 剩下1.02噸 剩下1.02噸 結果他說用擴廠的 結果呢 結果 還多核給他51.8噸 我們來看一下數據 中科一期二期的環面總量是89噸 目前中科一期二期是87.98噸 剩下1.02噸 台積電呢 一家工廠就生產了51.8噸 你不要看一天 一年在台中產生18900多噸 他一家工廠增加了整個台中的科學園區 58.9噸 一家工廠增加58.9噸 這個不是高噸 不然是什麼 不然我們在反什麼 我們很 那個林佳龍他刻意的 或者是台積電刻意的說 你們在意的是幾顆數 根本就不是幾顆數的問題 是我們整個後代 或是我們年輕人的生命健康的問題 你再看一下 台積電擴廠的問題 台積電的用電 用電 我用二氧化碳去算 他用電一年要用的二氧化碳 要排放440多萬噸 我們的火力發電廠一年 台東火力發電廠是全世界 火力發電廠 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 一年是3970萬噸 一家工廠 他要用掉台東火力發電廠 11.31的發電量 這樣的工廠 暴增了58.9的汙染 居然用掉11.31的火力發電廠的用電 居然不用二階還品 你不會覺得很離譜嗎 結果林佳龍在 我們不是說 為什麼 這個開發案是中央 中央的這個過客會 為什麼要對林佳龍 你知道林佳龍 他對這個記者在採訪的時候 他居然在竊笑說 我不知道有一家工廠 用藥這個火力發電廠 將近百分之十的用電 怎麼可能 一個市長 這件事情影響台中市那麼大 一個市長居然 連環瓶書都沒有看過 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在講謊話 我們在造謠 沒有一家工廠 會用掉一個火力發電廠 10%的電 這是環瓶書 你以為我們在講的是什麼 這是天方一談 這是環瓶書上面的 你再看看 中興大學的 鍾敏傑教授提出 台中火力發電廠的空汙 他會造成全台灣2300萬人 減損15.1天的壽命 所以台積電的新廠 等同於減少1.65天的壽命 全台灣2300萬人 全台灣2300萬人 不是說今天這個花蓮台東的 他會減少1.65天 代表說2300萬人減少1.65天 誰會減少比較多 是平均減少1.65天 那誰會減少比較多 台中人 台中人啊 那個不是台北人 台北的空氣多好 你知道嗎 他怎麼可能會減少1.6天 那是被平均下去的 這是二氧化碳的濃度 我們今天2015年已經飆過了400ppm 各位年輕的夥伴 我們在講 這個其實已經快撞上冰山 這個船已經要撞上冰山 5月18號的時候 林遠哲回到台中 在中心大學演講的時候 他非常的擔心 因為超過450ppm的時候 溫度會上升2度 他產生的氣候的異常 乾旱以及洪水 以及因為上升的2度 造成很多生物的滅絕 尤其是昆蟲 這個滅絕下去之後呢 他對於人類生存的衝擊 相當於隕石撞擊地球這麼嚴重 到450ppm 你各位知道說 我們現在在北極 有那個北極的科學研究站 他們在鑽砍那個冰層 現在目前最深可以鑽到 80萬年前的冰塊 他們去研究說 這個冰塊裡面的二氧化碳的濃度 去推估當時大氣的二氧化碳濃度 這80萬年來有冰河期 有兼冰期 這80萬年來 我們的二氧化碳 是在190ppm到280ppm百當 沒有超過280ppm 我們現在已經飆過了400了 從400到450ppm 只能夠排放多少 只能夠排放一兆噸 一兆是多少 一萬個一億 只能夠排放一兆噸的二氧化碳 就破掉了 就氧度 我們現在目前全世界 全各國的二氧化碳加總起來 一年排放多少 一年排放400億噸 如果說我們現在二氧化碳排放零成長 各位 我們只能夠撐25年 氧度期 我們只能夠撐25年 但是可能零成長嗎 有沒有零成長 沒有耶 是加速前進 是明明看到冰山在前面 然後大家在加速前進 大家還在講說 我二氧化碳排放是可以 我為什麼可以排放二氧化碳 因為我可以比較賺錢 居然還有人在責怪說 你們要反對這個台積電 排放440萬噸的二氧化碳 你們應該去反對這個6000 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 因為他們賺的錢比較少 我們賺的錢比較多 是這樣嗎 不管賺錢跟賺多 你都是在加速 我們是要要求這個船能夠轉向 居然他們是加速的往前前進 現在我們絕對撐不到25年 我只能跟各位講 這個環境的整個變化跟惡劣 已經超過大家想像 10年15年這個災難就會出現了 10年跟15年 你現在幾歲 10年之後 你可以想像 在人類的文明史裡面 或許我們可能是最特別的一個世代 因為可以見這世界末日的嗎 這個是三月份天下雜誌 他所丟出來的 失控的高科技 這裡面你看看 所有標點的地方是什麼 標點的地方都是被查獲的 高科技的污染 剛剛我們不是講說 台積電一天產生51.9噸的 這個廢棄物嗎 他們沒辦法處理 你知道嗎 一年產生一萬多噸 他們沒辦法處理 結果呢 天下雜誌他們 踢爆他們 新營跟親近環保公司 居然就丟在農田 丟在什麼 丟在河川 丟著全台灣全部都是 我們今天在講說 今天台積電 他如果他在做的這件事情 他如果他真的應該要處理的話 他應該要自己成立 甲級環保公司 他不能把他丟出去說 我委託一個沒有能力處理的 因為他的量實在太大了 沒有辦法處理的 居然就丟著這個到處都是 然後再包裝成說 我今天什麼 社會形象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蘋果的 蘋果在2014年的時候 他們的環境報告的承諾書 說什麼 蘋果喔 說他們的供應鏈 蘋果的供應鏈 百分之百要使用再生人員 不砍罰生理 這是蘋果的 所以明天我們的記者 會在10點鐘 在台積電門口 要去抗議 我們呼籲 Apple的總共是立即調查 下游台積電的擴廠案 與製程過程當中 諸多的環境污染 也要公開的說明 他的結果 是否與Apple的環境責任 原則相違背 你像看他要排放440萬噸的二氧化碳 他要去處理掉 這個是森林的這個部分 我們再繼續看 最嚴重的就是污染的問題 我跟那個 最近在文山國小就是南口那個地方 驗出說 小朋友的尿泥裡面有寒生 結果呢 這些施力員 跑出來說 要這個這個 焚化爐的污染很嚴重 造成小朋友寒生 生是什麼 生是焚化爐跑出來嗎 當然有 但是最多是什麼 最多是科技 科學園區 生這個部分的污染 主要是來自於科學園區 所以呢 如果南屯的這個文山國小 他們的小朋友的生濃度特別高 那你住在附近的人就更高 這個是在2005年2007年的時候 中國醫藥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 劉楚恩他做的研究 我剛剛講說20032004 中科一期二期分別通過環品 所以呢 他在2005年的時候 採了中科附近的廟藝 就是這個西藤跟大雅的尿液的樣本 然後呢 在中科一期二期三年之後 2007年他做了再去採一次尿液的樣本 這個尿液的樣本發現說 在中科他破營運之前 在營運之後三年後 發現生 葛 銅 拱 涅 西 辛 比沒有中科之前 沒有這些工廠之前 顯著提高了 如果他把這個生 因為生是整個科 這個科學工業的很重要的原料 再去跟新社那邊沒有工廠來做對比 結果發現美區是大雅 南區是西藤 對比的話 這個跟對照子對比 他的風險值是3.4倍跟2.6倍 這個是在中科營運三年之後的研究資料 現在目前我們體內的 我是住在中科附近的 我不知道我的重金屬有多少 結果我在這個禮拜 我去訪問前建文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小兒聖章科的主任 然後我就跟他講這個重金屬的問題 他說你知道重金屬有多可怕嗎 重金屬進到你體內之後 除了部分被尿液抬走之外 只要留在體內的就跟你一輩子 他的半衰期要20幾年 然後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 父女他累積了十幾年的重金屬 只有在什麼時候他的重金屬會下降 在生小孩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小孩子 尤其是在中科附近的 這些第一胎的小孩子應該都比較笨 因為呢 在生小孩的時候呢 這個媽媽會把身上的重金屬 直接就給孩子 因為他的祖父在成長 就給孩子 所以那個小孩子的重金屬會特別高 結果你想想看這些小孩子 生出來之後 他又在這個環境 又繼續吸收重金屬 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的環境的法規 居然沒有要求科學園區工廠的煙道 進行重金屬跟VOC 揮發性有機化行物的監測 所以他們說多少算多少 所以你這個科學園區的污染變成是黑箱 變成是黑箱 所以有人在問說 你們在跟林佳龍在施壓的時候 就像那個中興大學 中秉潔教授跟那個陳吉仲教授 馬上來問我們說 那林佳龍他不是開發科學園區的主事單位啊 不是主管單位啊 你們在這樣子他能夠做什麼 我說市長能夠做的可多了 市長能夠做的可多了 我要是市長 我就跟他講說我要是市長 第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國家在環評的時候 連周邊地區的一個健康狀況都沒有調查 你的身上有多少重金屬也沒有調查 他們就評的這個中科給他們的資料來算健康風險 我說我要是市長的話 馬上進行健康的調查 調查西屯、大雅以及南屯這附近的 你的重金屬的含量是多少 如果說我們的身上 已經沒有辦法再承受這些污染了 我要是市長的話 我會跟民眾站在一起抗議 如果說我們住在這個地方 我們身上的重金屬跟大雅是那麼重 然後我們經過調查、研究、評估 我們不能再承受這些小孩子的污染 小孩子裡面的身就那麼重 他可不可以再增加污染 當然不行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是林佳龍的話 我要是看到現在 我目前暫時沒有辦法阻擋中科進來 因為他是科技部開發的 但是我是市長的話 我可以來減少附近居民的污染 包括了分化炉、包括了火炸場 包括了很多的這些周邊的污染 在台中市可以處理的範圍內 馬上降低污染 這是可以做的 但是沒有他在算幾棵樹 這個是我從中科上面的那個溪盆路上面 我下去拍照 你知道台中有多可憐 剛剛有人講說那個空氣的問題 這是國安火宅 然後玉岩花月九天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個中央山脈跟大坑 在下過雨之後 這PN2.5是四的 平常的時候 如果你住台中了 你看過我們平常的生活的環境是這樣子 這個是PN2.5細懸浮衛力的污染 我們污染真的是非常嚴重 我們污染非常嚴重 細懸浮衛力不是灰塵 然後你看起來霧茫茫的 重點是什麼 重點細懸浮衛力它非常的細小 它會穿透我們的背包 進到我們的血液循環 還有呢細懸浮衛力 它是一個載體 它會吸附代曜心 會吸附剛剛我們看到科學園區 每分每秒排放出來的有毒的東西 它會吸附這些東西 因為它力量非常小 它會侵入到我們的整個身體裡面 因為我們的整個通膜非常的嚴重 再加上我們的科學園區 居然居然就在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24小時在排放這些有毒的東西 然後讓這個細懸浮衛力 侵入到你的身體裡面 我們的這個 台中的這個空氣汙染 這是台中市政府的資料 去年是26.98 我們的國家標準之數 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目前的汙染 已經超標了44.4 有沒有聽過說 林佳龍說巴林要種100萬顆樹 有聽過嗎 我寧可他不要種這100萬顆樹 為什麼 他的錢從哪裡來 各位知道嗎 因為我們明年開始 台中要列為三級防治區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空氣是惡劣的 是不符合國家標準的 所以呢 進入到三級空頂防治區的時候 就要啟動所謂的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就是像一條船 它沉太重會沉下去嘛 所以因為它已經超標了 所以呢 啟動總量管制的總量管制叫消減汙染源 消減汙染源 結果你知道林佳龍這傢伙 他居然沒有想要消減汙染源 居然去跟這些汙染的廠商說 種樹比空汙 就是你可以不用消減 你可以不用消減 你不用錢給我幫你種樹 這個樹 這一百萬顆樹 是拿你的命去換的 你知道嗎 原本我們的法規是要叫他們 你消減你消減你消減 結果林佳龍說 你出錢你出錢你出錢 你不用消減你繼續賺錢 你要不要這一百萬顆樹 我不要你要嗎 它是先污染再種樹 樹種在哪裡都還不知道 而且這一百萬顆樹 結果還有這個工程的回饋 我不知道 所以我講起來 為什麼他們在談這一百萬顆樹的時候 我真的是很難過 這個是大杜山 你看喔 這台中市政府 整個大杜山的東側的後面 這是中科 這是台中工業區 然後呢 這是精密機械園區 有些人在說 那你難道不能妥協嗎 胡志強在的時候 你們根本連談的余地都沒有 是零 林佳龍在的時候 如果能夠改善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就是進步 我跟他們講說 如果中科擴廠台積電 如果是最後一件 我願意妥協 但是我告訴各位 林佳龍市政府 他的團隊 後面還有很多環評在等 你看這個 這個是中科的環評在等喔 後廠環評 你看這個 這個是三三點四公頃的 富安產業園區 他還在這個禮拜要還品 各位知道嗎 結果上面還有一個 喬安在還品 下面還有一個 學田工業區在還品 上面還有一個 神鋼工業區在還品 要推動你知道嗎 如果這個是最後一件 我當然願意啊 但是不是後面還是 一堆人在排隊你知道嗎 你不擋嗎 這個是在Google Map你看 這是大杜山的林線 這是在台中都會區 這一塊深綠色的地方 整個台中的都市裡面 就只剩下這一塊森林了 其他的整個 東側的坡面你看 整個東側的坡面 全部都是東業區 全部都是東業區 這個因為比較亮喔 看不清楚 這個是我在 側邊去拍的 這是台積電 你看到這麼多的樹 我看都是森林 但是他們看什麼 他們說都是彈藥庫 他們在算的是幾顆樹 這個是整個 你知道他在開發 那開發是多少 你看到的所有的邊界 上面的所有的範圍 現在這張圖的所有的範圍 全部都不要去清掉 然後這個是我近拍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難道是以開發區嗎 什麼是森林 森林跟樹林不一樣 森林跟公園不一樣 森林是具有生態功能的 這個一個名詞 這裡面有什麼 這裡面有動物有昆蟲 下面有蚯蚓 這裡面建構成一個 完整的一個生態系 它是大杜山生態系統的一部分 它廢棄了十年 我們的整個生態系統 它能夠 它能夠回復回來 我為什麼要講說 我們要保護生理 剛剛我們講說 到450ppm的時候 它產生的環境的衝擊 是乾旱跟紅水 甚至於說 它產生的衝擊 生物的面絕非常的嚴重 我們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能夠保護我們的 能夠保護我們年輕人 到時候十年後 能夠生存下去的 只有誰 只有森林 可以作為整個環境變化的 緩衝的一個保護帶 如果這個全部都摧毀掉了 只剩下鋼筋跟水泥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再見了 他們開始在施工 然後他們就一直想說 這個不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講那幾萬棵樹 其實真的是非常荒謬 我們一直在講說 這個是森林 他們在講這幾萬棵樹 我一棵補兩棵 有些人找不清楚的時候 一棵補兩棵還不好嗎 這個是53公頃的地方 我剛好在2009年的時候 在這邊做了一個養居 距離800公尺 這都會公園 我怎麼做 我打樁 這個樁都還找得到 然後我在這邊做了 總共有1100平方公尺 我們的能力沒有辦法做很多 但是你知道環瓶做多少 環瓶做500平方公尺 我隨便帶個志工做1100平方公尺 結果他們的環瓶報告說 說這個森林裡面 你看看這個森林 這個森林會不會有野生動物 會有野生動物對不對 他們的環瓶報告 你看有毒的自來物 所以他們都可以用非自來物來抵態 引體的 做這種樣子 那你看他們的環瓶報告 他們說 他們監測之後 發現這裡沒有死骨 你知道他們怎麼監測的 他們用30個老鼠龍 放在這邊 然後說他們沒有監測到死骨 用老鼠龍去抓貓 就像你抓山林也抓不到 你現在看他們這種環瓶 怎麼可以 我是覺得非常的荒謬 用老鼠龍去做野生動物的生態調查 你只能夠看到老鼠 結果他們說 他們的環瓶報告說沒有死骨 結果你看我們在這邊做監測 他們的這個報告裡面 只有500平方公尺 我們在都會公園旁邊 這個做了1100平方公尺 然後呢 我們每一棵樹 標出去之後 每一棵樹都還給他做標 每一棵樹都給他做標 這個我們在做報告的時候 就是做調查的時候 每一棵樹 這個是方格子 每一棵樹都給他做標 然後我們在調查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乘數 就是直徑超過一公分以上 然後我們就把它列入紀錄 列入紀錄有多少 總共有16種 350株 然後小數呢 就是你直徑小於一公分 但是高度超過130公分的小數 23種806株 然後小苗就是50公分以下的 20種384株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用我們的量區的大小 去換算成密度 然後再去推估53公頃 到底有幾棵樹 幾棵樹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裡是森林 幾棵樹不是重點 重點是森林 但是他們為什麼要強調幾棵樹 各位知道嗎 因為一棵樹如果可以量化 可以變成價錢的話 就可以做補償 我砍一棵樹如果是賠償200塊 15萬棵樹多少錢 他們是用這樣的計價的 你知道嗎 他們在誤導大家很多 不知道什麼是生態 不知道什麼是森林 不知道這些東西 原來這個只是剩下最後一個53公頃的森林 他們還刻意的在講說這個是已開發 已開發 一直用洗腦的方式說已開發 這個是彈藥庫 如果這個是彈藥庫的話 202兵工廠的那個水池怎麼會是失地呢 台北的202兵工廠的那個水池 最後會被保護下來 是因為這個地方變成失地的 如果照他們的邏輯的話 202兵工廠根本就沒有辦法推翻 一樣要被開發 那為什麼會被保護下來 因為他們我們大家都忽略了 我們的自然 我們台灣的生態 我們具有什麼 你只要沒有被干擾 這個地方可以被自然自己富裕回來的 當他富裕回來的時候 當他富裕回來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整個大杜山的東側坡面 如果說我們整個台中的都會區 你能夠以1抵1 53公頃 如果能夠再找到53公頃來抵換的話 那OK但是沒有 這個是在中島交流道 你各位有沒有看到 中島交流道的白鹿石 我們的整個法子溪沿岸 都被重劃去開發掉了 結果這些鳥沒有地方去 就聚集在中島交流道 幾千隻幾萬隻在這個地方 整個台中市沒有樹林 所有的鳥聚集在中島交流道 今天這53公頃的森林 已經10年沒有人去了 你知道這裡面會 難道還是彈藥庫嗎 秋紅谷 我們的市政府丟出來一個 它是什麼 都市支費 台中市市政府說這是都市支費 結果呢 自給自足還寫錯 這個是彈藥庫裡面 這是森林裡面 這是彈藥庫的森林 這個是森林 這個是森林 我今天跟各位講 就是希望透過很簡短的時間 只是跟大家呼籲 其實它裡面有重金屬的污染 有環瓶的問題 有整個生態氣候 有整個暖化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不是簡單的這個二氧化碳 或是簡單的幾個數據的問題 這個整個問題呢 因為當冰山 這個船要撞擊冰山的時候 他們還在加速前進的時候 他們還在講說 到底他們可不可以跟三星競爭的時候 當撞擊到冰山的時候呢 我們要問說 張初萌 我們的船要撞擊到冰山了 那你還在談跟三星的這個競爭 你會不會贏他 你知道他會回答什麼嗎 告訴各位 當撞擊冰山的時候 我早就不知道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我會邀請 我們環境法律人協會的秘書長 Echo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之所以會找Echo來 是因為最主要 我認識Echo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在台灣環境行動網 team那個單位 然後台灣行動網 他們那時候最主要關注的其實就是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的一些 一些污染 然後一些對環境的衝擊 然後另外再來就是 因為Echo它是中科三期 這個議題的時候 那時候是最主要的 這個議題的一個參與者 所以我今天特別邀請他來跟我們分享 對高科技產業的一些環境證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剛才大家聽到這個志豪 對 那個我想問一下 在座知道環評是什麼的 還是不知道 大概都不太知道環境影響評估 那我幫你簡單的ABC先講一下 環境影響評估 其實就是我們政府針對任何一個開發案 只要對環境會產生影響 大概我們有一個叫環境影響評估法 這是92年通過施行的 所以到現在是幾年 然後是幾年而已 對不對 這很近 那這環境影響環評吧 我們裡面有講說 只要是這個開發案 會造成十種 它有分十大類的影響 包括工業區或是科學園區 或是工廠的設立 那這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那評估什麼呢 評估了生態 社會環境 自然環境 文化還有經濟 就是它有好幾項都要去評估 這就為什麼說今天 中科才今天這個案子 它要做個案環評 剛才最好講的是 他們有做政策環評 政策環評是更 我們講的是更上位啦 不管他 好 個案環評做了 那做了以後就產生了 大概只好講很多敵律 他因為開發單位 要送一個環評說明書 裡面就要講說 他已經做了很多調查 都沒有問題啊 而且還可以製造多少 對經濟可以 創造多少經濟的機會 然後對生態沒有影響 對健康 人民的健康風險 也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基本上他環評說明書裡面 他要對這些做交代說明 然後交給一群環評委員去審核 那審查的時候民眾是可以參加 但是民眾參加的時候 他有限制發言時間啊或什麼的 然後最後 由這環評委員做成決定之後 就公布要嘛就通過 要嘛就不通過 駁回要嘛就是有條件通過 所以有三種有可能有三種結果 那環評裡面環評其實分成兩個階段 這個台積電這個案子只有做到一階 一階環評其實他 我們講的就是書面詞 那看有報告 看報告審查幾乎不去做現場現刊 但是我們的環評法裡面有規定 如果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餘 要進入二階環評 通常一階環評很快 半年啊一年啊就可以過了 二階環評至少至少要調查一年以上 可能有時候一拖就拖好幾年 所以很多開發案開發單位 他們都不願意進入二階 因為進入二階之後 其實他等他等不了那麼久啦 尤其是高科技產業 因為高科技產業其實很快 一直在淘汰舊的科技 那大概我對環評就這樣說明 不要嗎 好 燈要不要打掉一下 快點 我很快我不大音要瘋瘋 你今天要瘋瘋瘋 那就自己瘋瘋瘋 好 這是我們台灣現在 台灣所有的科技科學園區 從頭從北到南 然後大家看到這裡面白色的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的台積電這個案子 所以你看中部 中部很熱鬧喔 一大堆中科一二三四五 我本來要在科技那個中間 中一新村啊 那我參與的就是從中科三開始 中科三級在厚禮 中科四級在專化 然後別來以為台積電中科五 他是中科一的過場 所以我們其實科學園區是爆滿 那高科技產業為什麼 政府要發展高科技科學園區 台灣真的是在做科學園區嗎 台灣的科學園區 我們發現其實在做代工 不是在做高科技研發 因為我們的技術 還有需要用到的化學物質 就是他的所謂的那個商業基因 一些秘方 幾乎不是台灣的 都是要從國外買來的 所以我們台灣的高科技產業 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在做代工而已 欸對不起 好 所以在亞洲 這不是在台灣而已 這是在亞洲喔 因為說實在的現在歐美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像這些面板廠啊 因為這些面板廠就是會產生很 重金屬污染 那他們基本上 從60年代已經從氣骨退出來 我說1960年代 他們從氣骨退 然後一直往亞洲移 反正那亞洲這邊 就是他們的工廠目的就是了 所以現在大部分都在亞洲 那亞洲怎麼辦呢 變我們變成製造業代工啊 所以在製造的時候 他們來亞洲沒有 沒有做到製造過程 對當地的污染 然後只求符合當地法規 只要我們當地法規過了 他們會要求說 必須要抵造歐美的法規 然後還有選址 在亞洲選址 選址就是說我共產要蓋在哪裡 比如說台積電今天 他說他可以蓋 蓋在大都心也可以蓋在南科 但是我們政府或是 可能地方政府 他會想說 你趕快來這裡啦 就蓋在我這邊 中科三期就是一個例子 中科三期的選址 很有很有問題 大問題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釋 選址不當啦 那另外一個水資源的需求 還有對環境生態會造成影響 那最重要大家最擔心 當然就是化學物質的使用啊 因為他使用什麼化學物質 如果是治癌物的話 他排出來 不管是空氣或水 排出來是當地 當地居民受到影響 但是我們政府 卻把這一些等於說 放給能流放給賽物 把這一些留在當地 那當然如果造成污染的話 當地的飲水的安全 水 所以我等一下要跟各位最強調的 像這種高科技產業 最嚴重的一個是水 就是水的問題 所以現在亞洲就變成全球 這種高科技產業的接受端 背部的接受端 好 中科環境審查 我們環境大家也知道了 還有兩個最大問題 從中科三開始 中科一二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 對中科一二剛開始的時候 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知道嗎 他為什麼會選在那一邊 但是有沒有人抗議 基本上選址是一個最重要 最關鍵的問題喔 選址 台灣怎麼樣發展高科技產業 政府幫廠商學好土地給他 那個土地有可能是台唐的土地 台唐 建國的啦 反正政府要給就給 你要割多少 割100公頃 割400公頃 600公頃就割 完全不用問過任何的 在租台唐土地種植的農民 我們台灣的農民 很多是在租台唐土地 栽植我們的食物 但是如果政府一決定 把它那一塊劃給工廠 開發成工業區或是科學園區 農民沒有 沒辦法足止 第二個 徵收私人土地 中科四期 其實中科三期有一點嘛 最主要是中科四期 就是徵收私人土地 搞出了他現在一大堆訴訟 甚至他在一階有條件通過之後 他現在必須被迫進入外界環境 因為他徵收私人土地 而且他徵收私人土地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符公益 不符合公共利益 開發科學園區 開個工廠 通過什麼公共利益啊 怎麼可以畫上等號呢 這是我們在 不管是在審查或是在訴訟裡面 我們都會提出最大的質疑 那 好 遭殃的就是農民 弱勢團體 甚至有很多很多都是老農 好 第二個問題 化學有毒物質 因為其實我們在 在參加這些審查 就是在抗爭的時候 我們也有詢問 那時候因為我們的對象 大部分就有答 中生三期跟中生四期就有答 那我們有去找有答的前工程師 詢問說 你們到底用了哪些化學物質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所接收到 國外的文獻 國外的研究報告 都說那些化學物質 排出來有問題 現在就是高科技廠商 他是用了上百種 真的是不知道 連環民委員 甚至甚至 連可能有答他自己 他都說他不知道 因為有的是機密配 是商業秘密的配方 他們就是買過來 但是他知道了 至少有九成以上吧 那我們是希望說 至少化學有毒物質 他要用在他的製成裡面 事成之後就會排出來 不管用什麼方式排出來 這個是需要環評 在環評則去當中揭露 然後才能夠審查 來決定說 會不會對環境或是人民 居民造成影響 那現在就是不知道 謝謝 另外一個化學 化學毒物的檢驗跟風險評估 這個我們現在技術 現在已經有了技術 不是台灣技術喔 是全球國際的技術 追不上 追不上他們製造業 廠商開發新化學物質原料的這一種 等於說這速度追不上 那我聽說是兩年就會 就會有新的出來 至少他的速度真的很快 可是我們要去檢驗出 他到底有沒有在這個製成的 化學原料的使用清單上面 那個檢驗方式追不上 他開發的速度 所以台灣 好 我們現在台灣 其實美國環高鼠 他們也有一個化學物質清單 那上面有六百六十幾項 那台灣 對不起 98年版這個 98年那時候才兩百項而已 那現在也沒有超過 也沒有超過三百吧 好 那民國八二九年之後 其實就是中科三十之前的前幾年 民國八九年之後 只有增加三項 這三項 怎麼唸 好厲害 我們第一次看到這三個字 但是知道說這三個東西都很多 而且這三個東西只有在面板業才會 面板晶圓製造廠才會排出來的 這三個化學物質是在放流水 他們的工廠 尤達工廠放流水的那個溪流風測出來的 所以 這裡有一段話很經典 就是一個 在美國幸福做環境運動的人 一個環保人士講的說 台灣是用十九世紀的規範來管理二十世紀的科技 很好 好 好 那其實這 台灣的就是高科技產業 政府為什麼一直要推這個政策 他政府說科學園區是等於公共利益 所以公共利益可以強收 強制徵收土地 我們對這個事情 看到這種情況是一再一再的重裂 那台積電這個沒有 因為他是國防用地 只要是國有土地 他們能用又用 如果你 如果必須要用到私人土地 政府也不會軟捨 就是捨 他們捨也不會軟 所以公共利益這個事情 基本上希望說 以後來這樣折五個 我們大家夥伴 能夠一直在質問 政府什麼叫公共利益 好 高科技產業水 水真的是一個問題 我們第一個 第一次注意到高科技產業 尤其是這種 像友達 台積電這種廠商 為什麼會有問題 我們是在新竹消理系這個例子 新竹消理系其實就只有兩個 它不是工業運區 它是個別的工廠兩個 都是做金做面板的 一個就是友達 比較小的叫蓄能 它在一條 在消理系的上游 那裡是假酒 等於說它的水質是假質的 是最好的 當然你們現在 我們一般那個柳川綠川 大概都已經到柄質了啦 但消理系是假質 假質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拿來煮來喝 但是在消理系那裡沿岸的居民 他們發現他們開始皮膚 然後皮膚壁 而且那個後來不是皮膚壁 反正就是身體健康出狀況的 然後像李西本來是清澈的 變成很多藻類 這比較多 我因為這些 朋友裡面 我們現在台中 我們台中有個寶 叫張峰寧醫師 有時間下以來 這些都是張醫師他準備的 然後台中大基地那邊呢 張醫師在這邊走訪 他有看到很多水 工廠就是中科一二級 他排除了沸水 讓水質的導電度過高 水質導電度過高會有什麼影響 第一個對農作物 農作物會有影響 到日子沒辦法結碎 然後水質變鹽化 那其實農民最在 很在乎水質的導電度 但是現在導電度 因為科學院區跟工廠的關係 工廠排放水質關係 都被嚴重的 就升高的 標高喔 真的已經到上千了 不是上千而已 其實是五六千都有 因為我在中科三級那個 監督委員會裡面 你有看到報告 有時候標到七千而已 那水 就是他導電度過高沒有被管制 然後還有剛才志豪有講到 你有沒有講VOC 反正VOC就是 基本上他就是他那個工廠 他會排放一些 我們叫 反正他的那個 揮發性的有機物質 有些物質他會 大部分是由空氣 但是由空氣排出來之後 當然有人說下雨 空氣比較好對不對 好 可是排出來之後那些 就會變成落成到土壤 到土壤之後會 會轉到地下水 或是我們說的地面水 那這一些都還是會在影響水質的 那VOC其實他會造成影響是慢 是比較逐漸緩慢的 不像說一吃到土壤的東西會 但是若長久以來的話 對環境整個的破壞 是非常明顯可見 大家會看到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張醫師他有看到的 中科一二期 他的污水處理 到下游還會聞到嗆鼻的味道 那當然 其實他有說 像這一種 微量 就是他們用的重金屬 雖然是微量 或是說他 那個我們說的 VOC 或是環境荷爾蒙 高級產業也會產生環境荷爾蒙的那個 就是排 他的那個不管是排放的那個被水或什麼 就是環境荷爾蒙 環境荷爾蒙特別對女性生殖的關係 因為這是在西谷 1960年代 他們就是在西谷的河川裡面 車道環境荷爾蒙 那當地的婦女其實有很多流產激性兒 或是沒辦法生育 那 其實 這一些 這一些東西其實都沒有被管制到 好 然後 其實這張圖 然後就是 上面那個洪菌 他這樣放流口 就是忠哥 忠哥一二期 他的廢水 他有廢水磚管 從他的園區 一路一路埋 埋到一個這樣洪菌放流口的地方 排放下來 排放到法子溪 那法子溪 他就是這樣沿路一直排 他有標出來就是 他有去側的 你等一下看照片 很快 他排入那個林錯 他那個灌排系統叫林錯 灌排系統 他還是有冒泡嗆眼 然後 他有 基本上 他會看到說那個冒泡泡 好 但是說實在 這個有可能也是那個沿岸 沿岸其他工廠或是家庭備水 一起排進來的 那只是我們真的不知道這水裡面 到底有多少壞東西 那這個是他在友達廠房 中科 中科的友達廠房 旁邊的智隆池拍到的 其實就是他會聞到很嗆 比上眼的味道 然後下游就是排放口 下游數十里 數公里其實也還有這個狀況 好 好 那導電路我剛才還在想過 導電路問題 其實 農委會 大家看得到第三點 農委 農田水利會相關法規 跟環屏 環境想評估 神域規範裡面 都有規定說 他不允許工業廢水 直接排入專屬的灌溉沟水 因為灌溉溝水水是要來種植農作物的 如果有搭排 就是它處理過 費水已經處理過了 處理到可以排出去 要符合灌溉用水的標準才能搭排 才能排入那個灌溉溝水 但是現在我們常常看到的狀況是 我們農民就是我們聽到 所謂的灌溉溝渠是 是開發單位說 我只有依照農點水利會畫的灌溉溝渠喔 那其他那些什麼小溪啊 河流啊 然後你們看到道餅旁邊有一些 有一些其他的水流 只要塗在農點水利會的土裡面 他們都不認帳 開發單位都不認帳 中科生一起一個例子 它有一條溪叫牛丑坑溝 它是當地200公頃農田 最主要的灌溉溝區 可是它不在農田水利會 灌溉裡面 農民有水就用啊 農民是他們 當初日據時代 或是更早的時候 如果他們有開了一條溝 可以把水引過來 他們就用了 中科生期 因為只有在第一階段審查 就讓他有條件通過 他不用去做線刊 所以 環民委員是照著廠商 開發單位提出的說明書 相信他說 喔對 農民水利會說 這不是我管的 就不是灌溉溝區 不過 如果他去現場 現開的話 他會看到 牛丑坑溝是200多公頃的灌溉溝區 所以他就會影響到農作物 工廠不可以直接把廢水排入灌溉溝區 但是很多科學員這些案子 這樣他們有可能去通過 就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喔我排 我排下去了 不是灌溉溝區就OK了 那這些其實都是台中的 就是張醫師他收集到的 中科廢水會影響農天的報告 所以大家看一下 好的 壞的 有 沒有廢水 有廢水 有廢水的 沒廢水 好 大概 今天張醫師 欸沒了 好了 最後封了 那 那其實最後一個 我大概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怎麼辦 台灣為什麼要蓋這麼多工業園區 為什麼要蓋這麼多科學園區 我們需要嗎 問題在哪裡 我們可以做什麼 好 謝謝Anthor 我們第三位語談人 是那個凱軒 凱軒 是我們擇武台中的志工 然後他有另外一個身份 就是那個排氣店的工程師 對 然後我想請他 就是以一個排氣店的工程師的 這個身份 來談一談他對於這個意見的看法 這樣子 然後在他 那我把麥克風給他之前 其實我想 對 就補充一點我自己對於 高科技產業的一些看法 因為其實我跟Echo認識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其實我是在關注中科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最主要是針對 就相思聊 因為那時候剛好我09年 09年的時候在20年那天做田園 然後遇到相思聊這個議題 就被增加被剖欠 然後那時候開始要關注這個議題 我會覺得從那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 對高科技產業其實一點都不認識 然後就跟大部分的人是一樣的 就是有那種高科技產業的那個名思 就是科學園區 然後產生了科學新櫃 然後這些 然後就好像是一個很不錯的產業這樣子 這跟大家是一樣的 然後直到我認識這個科學 就是高科技產業 因為它的整個科技的一個進步 那種研發速度非常快 然後我們剛才提到一個重點之一 就是我們用所謂的 那個Ted Smith講的 19世紀的法規規範 在規範我們的21世紀的一個科技 然後為什麼這樣講呢 簡單的講就是說 其實它的很多的那一種 相關的 包括放流水的一個標準 的一個檢驗 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 那種很大的問題 就在於就是說 第一點就是 它所有的製程的那一些成分 其實基本上它們是不公開的 然後不公開你要檢驗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檢驗的時候 你會針對特別的項目去做檢驗 然後你的儀器 你要針對某些 然後你連它裡面有什麼你都不知道 那個就像我們之前那瘦化劑一樣 所以瘦化劑一樣 就是你根本不會想到你的食物裡面 你的食物裡面會有那個成分 所以你根本不會去檢驗那個成分 所以你永遠不會驗出那個成分 所以當高科技產業的時候 它那個相關的一個放流水的一個檢驗 你根本不知道那個成分的時候 你不會針對它去檢驗 所以你永遠是在現行的法規 應該檢驗的那幾個項目去檢驗 然後那幾個項目 好 你組合標準的 可是你其他的一些成分 你根本沒有去檢驗 你要產生了這麼大的一個盲點 那這樣一個最具體的一個現象是什麼 就是新竹外海的香山 香山那邊本來岔額阿完全被污染 現在完全被禁 就是你那個母鳥不能在那邊 繼續在養母鳥 你要繼續岔額阿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已經驗出的 就是中間水污染 然後整個綠層層 所以現在香山那邊 還是被公告的污染 可能也在差一個狀況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對高科技的很多的盲點 包括剛才Echo有講到的 你的放流水標準是用工業標準 然後你放流水出來之後 結果你並不是一個符合農業 農業需求的灌溉標準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路線 好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我趕快把時間交給凱旋 好 凱旋 大家好 我是凱旋 那我的正職是凱旗店的製程工程師 那也是哲旋的製工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身份 對我來講是 一開始就覺得有點矛盾 因為我早上去公司的時候 再出這些大家就覺得很污染的事情 可是一回到家又跟大家同這個事情 要不要擴展 我就覺得我快要精神分裂了 對 那其實我今天我沒有要代表公司 來反駁剛才說的一些數據 我也沒有要站在前面兩位的立場說 這些數據是對的 因為老實講這些數據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只是想站在一個工程師的立場 去跟大家分享我覺得 我在公司看到的矛盾 我本身我認為覺得矛盾的地方 關於一些價值觀一些想法 我覺得很矛盾的地方 我本身是台中人 我是從去年 去年有這個機會 拿到台積電的聘書 所以回到台中 所以我想從所謂的青年返鄉開始說起 因為這一兩年大家都講說 一個城市如果要有未來 那青年就要有機會 可以回到他的家鄉 所以我想從青年返鄉開始講 對 那我想問的是 如果一個碩班畢業的青年 如果他找了半年的工作 他找了一年的工作 他就是沒有辦法找到一個他理想的工作 他沒有辦法回到他的家鄉 那站在這樣一個青年立場 或者說站在他這位青年的父母的立場 他是不是根本沒有辦法去在意這些 我們現在談這些議題 因為他連自己都養不活 他連回到自己家的機會都沒有了 那他是不是會認為說 我們所謂這些環保團體在扼殺他的機會 因為他連最基本他想回家 他都沒辦法回家 那談這些是不是對他來講 是太遙遠的一件事情 那假如這位青年他回家了 十年後他有了他自己的家庭 他有了他的小孩 結果他發現他的小孩 因為這些汙染 他可能他的身體不好 他呼吸 呼吸 可能呼吸等等的 他有他的所謂的一些疾病 那他會不會反過來開始思考說 我們是不是過多的開發 過多的污染 讓我的孩子遭受這樣的一個折磨 那我們會發現說 同一個人 他在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時空背景下 他竟然他的想法會是如此的衝突 那我們必須去想說 為什麼我們在面對這樣抉擇的時候 好像一定要這樣站在對立面 你要嘛就是選A 要嘛就是選B 你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折衷 兩全其美的方法 但是其實他們兩個的 不管你做什麼選擇 不管是十年前那個青年 他覺得認為這樣的擴長 是給他一個機會 他有辦法追求他更美好的未來 或者是十年後他有了小孩 他想要追求他小孩更美好的未來 這是健康的問題 這是對他一個人成長的一個很健康 健康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其實他們在追求都是同一件事情 叫做更好的未來 其實他們想要的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 他們的選擇是那麼大的衝突 所以再來我想要講的是 我們就從好生活開始講起 大家想到好生活就會想到說 好我要找一個好的工作 等我賺了錢我就有辦法去過好的生活 但是對一個科技業 對一個科技產業從業者 對一個工程師來講 我不知道各位對於一個工程師 他的工作內容了不了解 我們要指小夜班 小夜班是從下午三點 上到凌晨1點 我們還要問大夜 大夜是從凌晨12點 上到早上9點 我們假日還要再拍班 所以當年青年 進到了這樣的一個公司 他覺得說太好了 我終於有機會這樣去追求 我所謂的好的未來好的生活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工作環境 我不知道過了三年後或五年後 他還會不會認為說 這是他想要的好的生活 然後這些年輕人 這些青年 他們每天都喊好累喔 好想早點下班喔 好想要準時下班喔 但是七點八點是常態 甚至在一些所謂的研發部門 在一些比較有壓力的部門 九點十點也是很常見的事情 我回到家 我跟我在竹科的同學聊天 他就會跟我說 我今天幾點幾點 九點四點才回到家 好累喔 然後又聊到了這個議題 聊到了擴展的議題 他又說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做 因為我真的不想輸韓國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奇怪說 這個輸不輸韓國跟你有什麼 直接關係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所謂的棒球迷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那種好想要韓國這種感覺 我覺得我們在裡面也是這樣一個感覺 就是一個我們已經領先了 對這些工程師而言 我們好不容易已經領先了好幾年 我們贏了韓國 我們是贏了韓國 而且美國都在我們前面不如 對一個想要讓世界看見我們的這種心態 他會認為說 我們既然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的這樣的地位 那為什麼我們不繼續的 繼續贏他們 我們為什麼不把握這樣的優勢 繼續維持 我們蓋了廠 我們發展了新的製程 我們可能有這樣的機會 繼續去維持我們世界第一的地位 那你就會覺得說 好我們蓋了新廠好了 如果真的蓋了 那經濟也發展了 我們也維持了所謂的世界第一了 那再來呢 這些青年這些工程師 他未來可能想要也回到家了 一切都如他所願 那有了他自己的家庭 他是不是想要買房子 他想要過好的生活 但是他赫然發現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這些房價也一起發展了 他竟然十年前他買了其房子 十年後他發現 他買了房子之後 這十年來他的努力 他的一些存款 竟然全部都交給了所謂的建商 那到底這是怎樣 多矛盾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年輕人 這個工程師 他每日每夜的這樣子賺錢 過了五年過了十年 他要過一個所謂他想要的好的生活 才發現這五年十年的新鞋 全部都歸給了財團 歸給了公司 那到底這十年來他得到了什麼 環境也沒了 他付出了他那麼多的 他的青春 結果他的這些成就 竟然就是為了一個房子 然後自己什麼都沒了 健康也沒了 我自己在想一些議題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個很矛盾的一些事情 那這樣的價值觀其實 我覺得從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一個價值觀 這個叫做發展主義 我還記得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坐在台下 然後台上的教授 我也許有點半開玩笑 他問我們說 你們當初選擇念工程 那最終目的是什麼 結果台下的同學 大家一口同聲的說 我們是為了賺錢 那個時候也包括我 我也這樣說是為了賺錢 這就是所謂的發展主義 那另外一個很很詭異的地方是 是不是台灣的所謂的價值觀 已經很單調的到了 只想的發展 那也很可悲的是 為什麼已經一個工程師一個青年 他這樣附輸了他的青春 他9點10點才下班 他已經沒有所謂的身後品質 但是他還要硬說 我覺得還是要擴長 因為我不想說 那我想問的是 台灣到底還有什麼價值 是值得大家追求 是值得大家覺得感到驕傲的 可能是因為我們已經輸到什麼都沒了 只剩下這個了 如果他認為所謂的發展 如果連發展都沒的話 那台灣到底還有什麼 值得我們大聲的說出來 是台灣的驕傲 那我們在想這些價值的過程中 我們是要不思考說 我們未來我們台灣 除了所謂的發展 我們到底還能有怎樣的 我們屬於我們自己 很引以為傲的一個價值 所以我剛剛講了很多 其實我剛剛講了很多的這些議題 我覺得不只是擴長不擴長的議題 也不只是生態 不只是樹砍不砍的這些議題 因為我剛剛講到這些 有所謂的產業面 有所謂的經濟 那房價 那還有所謂的就業問題 還有勞工的權益 工時的問題 那我們會發現說 原來在一個工廠 蓋不蓋的背後 有那麼多的面向 是需要大家思考 而且他的問題 大到不是我們幾個講者 就可以說怎麼解決 而是需要所有台灣 在這塊土地上的台灣的人民 去共同討論說 我們要怎樣的未來 我們到底要怎樣去規劃這些事情 那由於台積電這樣一個比較 所謂台灣最大的 智原 智原 智原代工廠 所謂世界第一 實戰率世界第一的智原代工廠 他往往會被大家拿來做檢驗 那我想問的是 所謂的世界地都有那麼大的問題 那我們看不到的這些小公司 你覺得他的問題會更少嗎 我們只看得到我們台面上這些 那台面下的人 我們到底怎麼去面對這些問題 那所謂那個世界第一 如果要靠的是那麼多的員工被剝削 這些員工的生活品質的犧牲 以及環境的這樣的破壞 那這樣的所謂的世界第一到底 是不是值得大家覺得驕傲 那我們到底怎樣去改善他 讓他成為真正的台灣之光 真正讓大家可以很驕傲說出來說 他是世界第一 所以我最後我想講的是 不管是所謂剛剛講的產業經濟 房價就業 還有台中蓋不蓋場 這是都市規劃問題 然後科學園區是整個台灣這個國家 對於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 剛剛兩位獎人有說 為什麼科學園區那麼多 他要執意的把它蓋在這裡 那這樣子所謂的成本外部化的問題 一個那麼大的廠商 他是不是要負所謂的社會責任 但是我最後要強調的是 不管是所謂的社會運動 或是所謂的政治 他不該是零和遊戲 他不是只有蓋或不蓋的問題 而是有沒有辦法找出一個折中的一個做法 政治就是一種妥協 所以有沒有辦法 我們有辦法找出一個做法 我們罵了有一個共識 也許大家都不滿意 但是大家可以接受 也許他發展 但是大家的健康一樣可以受到保障 大家可能會很疑惑說 那我在公司 公司的同事也知道我在結束一些社會運動 那我會不會被怎樣之類的 其實還好 而且他們還會 其實有些人其實還滿 就是還滿有興趣的 或想跟我詢問這些問題 甚至裡面的一些工程師也會覺得說 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這些互數團體的想法是值得大家討論的 我覺得他們想法是對的 所以我覺得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不該只是要或不要 就是在對立裡面 一邊的人在罵說 精緣又不能吃 你做這些有什麼用 一邊的人說 那你不開發 大多數不是種田嗎 好像要嘛就是A 要嘛就是B 我覺得在這樣子 我覺得在所謂的溝通的過程中 或許大家可以去思考 尤其他的背後還有那麼大的問題 是值得大家慢慢思考 然後找出一個更好的做法 對 那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蔡先生 我們其實今天會辦這個議題 就會覺得其實這個議題 我們需要更多的大台中的市民 大家一起來關心 然後多一點深度的一個了解 然後透過更多的一個了解 然後那種討論 對這個議題 得更深入的 然後更全面型的一個認識 然後其實除了我們這一場之外 在6月14號 在東海 東海其實還有一場 就是環境與土地正義 然後也針對高科技產業 還有這個擴展的計畫 有更深入的一個工作方 然後有興趣的 我會蠻建議去參加那個工作方 因為那個包括有杜文寧老師 真心型老師 有蠻多對 在這個領域長時間投入的一些研究者 然後他們會提供一些更深度的 不同面向的一個切入 那我待會開放就是我們的一個討論 那我簡單講幾個手勢 如果你想提問的你就比一隻手 那你如果想回應上一個人的提問 你就比兩隻手 比兩隻手 那如果聽不清楚 把他講的時候 你覺得聽不清楚 一樣是抓頭 一樣是抓頭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 趕快時間有限 我們直接開放 我們第一輪先收集 對這個議題的一些疑惑 或是剛才對講者所講的 有一些不清楚的 好 來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就是 對於之前 有就是 原本是一級環評嘛 然後因為有牽扯到土地糾紛 私人土地糾紛 然後就變成二級環評 然後我想請問說就是 關於這個法律問題 他那個法條還有沒有其他的條件 可以讓一級環評變成二級環評的方法 就是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就把那些環評委員帶到現場去看 就是至少嘛 可以這樣嗎 好 就是針對環評法規的部分 然後就怎麼可以進入到限康這樣子 好 剛才這一點還有對不對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剛剛有說到 您剛有上任的時候 有說到八年中一百萬棵樹 然後你們事事都有點 反駁這樣的講法 但是又是 在保護大杜山上的 十五萬棵樹的 這個議題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說 這兩個點有點互相矛盾 OK 就是一個戶樹 然後一個 就是 市長他提的證件 是要種一百萬棵樹 對 我覺得這樣的點是有點互相矛盾 OK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好 那針對者 好 這邊 來 就是剛剛那個 生態協會的那個 他剛剛有提到 就是給我們看了一些 實際空拍 正在就是 正在把那些樹砍掉的 那些施工的情況 那就是 一些恩賺組織有去反應 有去跟市長發問這件事情 可是 就是 除了 就是我們這樣討論之後 因為它正在發生 然後 它發生的這個過程是 一直 其實是會一直延續到 很慢性一些空污啊 一些 科學配料的這些東西 它會一直延續下去 那其實 就是 環境的污染一直在下降 那 就是 這件事情 似乎也跟我們追不上 那些高科技產業 再產生 然後我們檢驗的這個速度 所以說 關於說 這件事情 我們有沒有什麼 立即即刻 很迫切的 必須要讓這件事情 有一個 有一個 怎麼講 有一個解決方法吧 對 就是 對 就是這件事情 然後 有沒有一個比較 可以讓這件事情 先停下來 或者是說 怎麼樣子 的方式 謝謝 不好意思 我確認你先喔 你指的是整個 我們的一個 空污的図分的管制 還是針對這一個 擴廠案的一個 整個開發的一個境界 先停下來 對 對 這個開發案的 所以是整個擴廠案的一個開發 進程 能不能先停下來 可行的做法 這樣 好 那還有沒有 我想要請教一下關於 管兵法的那個 問題 因為 那 聽起來好像是 他的程序出現問題 然後 剛才好像有提到說 他的黑衣箱的問題 然後 我特別有個請教會說 他們的委員會的 委員會的組成 都是合法的嗎 就是他們 都是根據 環兵法 組成的一個環兵的委員會嗎 那如果說 法規上面 他們的組成是合法的 然後他們 經過的一些程序 都是合法的 那是不是說 得出 最後得出的那個結論 如果 一般常理有違的時候 那 這個是 這個法規出現問題 還是說 是適用上面的問題 法規沒有問題 這是關於 程序問題 OK 所以是針對環兵 環兵委員的組成的一個合法性 好 待會兒我請 沒關係 我先說請 整理 不好意思 我剛剛說一下 剛好兩天 我印象很親 是 零點不是說 製成方面 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 化學 要幾十歲 檢測的速度 都很難不及 這個的發展 剛好那位工程師 非常誠實 他說這問題 會造成這個 污染師的禍果 他不知道 這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為 醫生做的事 跟 藥物理師做的事 跟藥物做的事 做的事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的意思是說 臺灣 這麼嚴重污染 剛好有說一個醫生 在做一些生 講的免費 我說比較簡單的 有一些 剛好噴魚佳櫻桃 還是 當眼神TB 三五族 那個都是非常毒的 他的毒性 會對我們身體造成怎樣的傷害 有一部分 有很多科學家 還不了解 醫生還不了解 我這樣說 我的意思是說 看有沒有辦法 呼籲一些 比較懂的醫生 來做一些調查研究 我打個比方 這個地方 他的身 或者是他的加陰 濃度是多少倍 就是身體 身體濃度是多少倍 產生了什麼疾病 然後 剛好也有說 哪一個西 那個 小孩子 肌神 這些 要有一個具體的數據 跟 小胖 故意多一點的 醫生或是科學家 來做這些 病理的研究 現在到這裏比 他比例高多少 謝謝 OK 所以是針對他們製程裡面的一些稀有元素的一些研究 然後跟整個健康的影響的部分 OK 我們先 這個階段我們先到這裡 我待會會 對 會再開放 先做一個回應這樣子 好 我們先針對法規的部分 就是有那個 如何進入到二階 然後還有就是 環評 環評委員組成的一個程序 是否有合法的部分 就請Echo先回應一下 好 我先回應一下 這個 怎麼進入二階 那個 我們說環評法 其實它是一個母法 就是所謂規範環評的 第一 最上位的 它下面有指法 叫做環評施行細則 那環評施行細則裡面 第九條的確它有規範 什麼叫做 重大影響之 就是說如果這個開放案 會造成重大影響的疑慮的時候 好 它在環評細則裡面 第十九條的規定 可是現在一個問題 它那個規定裡面 我念給大家聽 是非常模糊的 那 跨立條有 它第十九條說 本法第八條 就是所謂對環境有 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 是指下列行星之一者 第一個 與周圍之相關計畫 有顯著不利的衝突 且不相容 第二 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 有顯著不利之影響者 第三 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 動植物的棲息生存 有顯著不利之影響 第四 就這個就是對生態啦 那我們有一個什麼平靈絕種動物 就是我們的農委會有那個清單 如果 如果 比如說十五 十五是平靈絕種嘛 那如果說調查到 當地有十五 十五的棲地 抱歉也是那間 沒話講 但是它用老鼠籠狀 你知道嗎 那 再來就是 對當地民眾 有眾多居民的遷徙權益 或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 有顯著不利影響 這是說 如果會造成破千 就是 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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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開發案 你這 像調園花工程 聽到 剛剛我想說 那就是這個開發案 會造成 六千多戶的破千 要給它叛造 進入二階 沒話講 或是 現在我們日月潭有一個 BOT 少數的開發案 抱歉 這是對著名 少數民族 影響到它隨意換些 沒話講 那再關於什麼 對國民健康安全 但是如果沒有做健康風險評估 也不知道 對我們健康有沒有影響 對國家的環境有顯著 對其他國家環境的顯著 不一樣 所以我們如果影響到 中國對比哪一邊 那進入二階 但是 就是五三 然後其他就是經主管機關認定 所以這些其實很多 都是很聯繫的 環保署其實現在 就是其實之前 在三年前吧 逼到對案子 95%以上 都是一屆五條件通過 不用親二接 因為這兩年 我們其實已經打了 七八年以上的訴訟 環境訴訟 中科三級打了八九年 逼著它要親二接 所以環保署現在才在開始嚴密 要進入二接的明確的標準 所以現在才開始嚴密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 是有關那個 環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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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委員其實是 像中央環保署的話 二十一席 裡面其實有七席是政府代表 今天如果政府的一個開放案 那七個政府代表 咱說NO嗎 而且我們現在環境在投票的時候 基本上委員的組成 是我們的一個質疑 他應該要獨立公正公平 但今天如果有利害相關人 譬如說我政府 等於說是委員監裁判 或是基本上就是我開發案 我派委員去當環境委員來投票 我們認為環境委員會裡面 不應該有政府代表 他可以列席 可以說明 可以補充 可以澄清 釐清做任何事情 但是投票的時候 他必須要迴避 沒有 在很多案子裡面 他都沒有迴避 另外一個 你說程序問題 其實我們很多打環境訴訟 等於說當地居民贏了 這原因很多是在程序 也有很多是在失職 那程序最主要的就是 在審查裡面環境委員 以及是環保主或環保機關 請去審查的委員專家 提出問題 但是開發單位並沒有 給予滿意的答覆 甚至說答不出來 或是根本就忽略 然後就是要讓他通過了 這個就是程序的瑕疵 或是說 剛才只好有講到 如果環境說明書裡面 有假照的資料 或是不實的資料 這一種資訊都是 程序上的瑕疵 我們其實都是用在訴訟當中的 那現在我們很離岸的發現到 在中科 我們打過中科三期 跟中科四期的訴訟 基本上 一階有條件通過網民都被撤掉了 都被法院撤掉了 而且說應該要進入二階 就是因為在程序上面 第一個 專家 就委員審查的時候 所提出的問題 並沒有得到毀 並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 就是那個問題是被通略掉的 而且那些問題是很關鍵性的問題 中科三期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當地居民的健康風險 跟剛才我想你們聽到 我們大家說台灣 台中的污染已經夠了 我們為什麼還會再增加新的 厚禮更糟糕 厚禮他幾乎是三下來就是全 全裁排前十名 甚至非常容易 所以他厚禮的居民 就在想說我們這邊已經受很多的污染 我們身體承受不起這些污染源 你今天又要加新的進來 那要害死了厚禮人嗎 這些厚禮居民當初 他們最大反彈就是在 你這個政府沒有先調查 這個地方這個區域 是不是能夠再容忍新的污染源 就加進來 那這個也成就算有詐詞 那而且這個其實也牽涉到 實質上的詐詞 那大概我們 我們協會最早就在打環境訴訟 那環境訴訟其實我們 我們可以發現 政府其實他有他的程序 但是很多他都是走漏洞 或是他超級近 但是又被環保機關 給輕易的放過 所以當環保機關沒有 確實的見習程序正義的時候 或是應該要有的 我們叫Due Process 就是他應該要有的程序要走完 他 比如說他跳著走 或是他 他根本就是繞一大圈 他沒有實踐他的程序的時候 然後我們都可以自民訴訟來撤銷 所以Eco你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在整個程序正義上 其實是我們公民團體 可以著力的一個地方 對 要去監督的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其實在環評機制上 其實是應該他還有那一種 可以再修正更完善的那個部分 所以那個也是我們應該要去推的那個部分 沒錯 其實我們的環評法 我們環評法很遺憾 就是當初92年 在通過之前 其實是引進美國的環評法 那在引進美國環評法之後 又有人參了日本的 又有人參了德國的一大堆的 所以變成一個 一個四十項 然後又加了一個很奇怪的 什麼七個政府代表要坐在環評委員裡面 所以這個環評法規 其實環保署他們現在很想修 他們知道裡面有漏洞 可是他們想修的方向跟我們想 可是跟我們期待的還沒辦法配合 我跟大家講現在環評法 我們現在的環評是環評主管機關 就是在縣市政府是環保局 在中央是環保署 但是在美國 美國那邊 他們的環評是由各個機關做 就今天我如果經濟部 我要去蓋一個工業區 我經濟部要負責做環評 我經濟部要懂的 什麼叫環境影響環評 可是我們現在 全台灣的政府機關裡面 只有環保署 知道什麼叫環境影響環評 其他的機關他們都不在乎 他們把這個球或這個擔子 這個責任丟給環保署 他們只管開發 要管環保也只有環保署 或是環保署 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真的會產生問題 環保署是因為環保署是一個政府機關 他可能跟他的其他機關暢反調嗎 他可能跟他上級行政院暢反調嗎 尤其如果今天是一個 津巴這樣叫做國發會是不是 國家發展文會 是他更高階的 是他更上位的 國發會說如果要開發一個地區 要做一個開發案 環保署敢說NO嗎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環評制度的問題 是在所有的環評責任 跟法官責任 都在一個小小的環保署 環保署位階真的不高 跟經濟部比起來他都很小弟 根本就是拿拖鞋 拿開睡的小弟 所以我們的環保署他會覺得很委屈的努力 可是我們又覺得你既然已經被負以這個責任 你就是要擔起來 那製作教的問題 那我先讓志豪來回應一下 志豪就是除了那個 複數級市場種樹的政見的矛盾之外 就是剛才的提問 你都可以 對 你都可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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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問題的話就是 剛剛我講的 我們一直在強調是森林 它是一個具有生態功能的 那你種樹它是沒有辦法的 那我們再回到說 你一百萬棵樹你要種在哪裡 你知道種一百萬棵樹要有多大的面積嗎 那李嘉隆也算出來叫八百公頃 八百公頃可能對大家講的 很抽象就八百 那八百公頃等於三個水難機場 你在台中市的都會區裡面 你可以找到三個水難機場的地方 可以讓李嘉隆種樹嗎 好 那他們會種在哪裡 那這些樹呢 這些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這些工廠它污染的空氣 然後它原本在明年1月1號 開始要進行總量管制 在公告一年之後 要削減它的污染排放 但是林嘉隆說 你不用減少 你可以繼續賺錢 你只要捐錢出來種樹就可以了 就好像說 這裡面有人在抽菸 但是抽菸的那個是大哥 結果我們的市長不敢跟他講 說你可以不要抽菸 那個老大就說 哎呀你就買一買盆栽 騙騙他們就好了 結果市長就買 不再越買越多 空氣有改善嗎 今天空氣我剛講已經超標了四成四 結果我們林嘉隆市長就跟人家 收錢說要來種樹 那我就提一個 兩年前發生的事情 中榮鋼鐵廠 他們也排放了很多的空屋 在2012年的時候還評 結果他們提出了一個承諾 說我今天造成台中市這麼多的空氣污染 我來幫台中市做濾化 結果他們就提過了1257萬給台中市 當然那個時候是胡志強 你知道他們種了 將近四萬五千棵樹 種在哪裡 我剛剛講喔 要種樹是要有土地要可以種樹喔 他們我剛剛講已經 在都會區寸土寸金 對不對 房價飆漲 怎麼可能拿來種樹 對不對 結果他們就種去哪裡 他們就千挑萬選 整個大杜山都已經被開發了 對不對 居然找到哪裡可以種樹 找到保安林 你會覺得保安林可以種樹嗎 他已經是冒冒秘密的森林 結果為了要讓這些工廠的贖罪券可以被兌現 因為他們繳贖罪券了 結果我們的台中市政府 拿了1257萬去噴薯草劑 把樹全部都噴死了 然後用割草劑全部砍光光的 然後再種上四萬五千棵樹 你要種這種一百萬棵樹嗎 我不要了 我今天在兩年前開記者會講這件事情 剛好林佳龍當立委的時候 抓到好的時間就來打 胡志強他也出席了 然後跟我照了一張相 說這個胡志強在森林裡面種樹 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同樣他上任了 我在4月22號 我發現林佳龍的團隊 也在這個山梁坑的保安裡面割草 什麼割草 就是把那些樹全部都割死了 結果我就去監察院去陳情 沒有想到我們市長的農業局說 環保團裡胡城 那個地方是草生地 同樣的一件事情 市長在兩年前是立委的時候說 那個地方是森林 胡志強亂搞 在森林裡面噴除草劑 這樣子亂種樹 兩年之後他當市長的時候 同樣的事情 同樣的地點 同樣的事情 我只是人不一樣 他一個是當立委 一個是當市長 他下面的農業局說 我們胡城 說那邊是草生地 結果同樣的 我們看到彈藥庫去空拍 我也再記得去拍照去看 我們怎麼看那個都是森林 但是我們的市政府 都一直講說那個是草生地 那這個一百萬棵樹 要用到八個 三個水南機場那麼大的地方 當然是沒有地方種 所以他們就講說 現在目前很多蟲花都荒糊糊的可以種 那你再想想看 到底可不可以 那另外我講的是 森林是一種生態 現在他們的觀念 種樹好像是生態 你就可以想像 台中市被林佳龍的團隊 定為都市支配的是哪裡 叫秋紅谷 請問你在秋紅谷 你可以看到那個 中港交遊道樹林的白路師 會來秋紅谷嗎 會嗎 那個叫做生態嗎 那個叫做庭園造景 生態是什麼 生態是在保護大家的 叫維聖系統 第二個 破廠案的可行的做法 暫停的做法 我們現在已經跟高等行政法院提出了 停止執行的一個 就是 假處分 也就是說 我們擔心中科他很惡劣 因為中科三期的候領 也是一接環評就通過了 結果農民跟律師去訴訟一搞搞了七年 結果七年之後環評被判敗訴 結果撤銷 結果工廠也蓋好了 變成計程事實 結果說來和解吧 就是工廠還是繼續營業 他們已經環評沒有了 你知道他們還繼續生產 所以呢 大陸山的這個中科的擴廠案 他們有恃無恐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要複製中科三期的做法 後理的方式 要來 怎麼講 你就讓你告 告了七年之後 台積電的工廠已經好了 然後計程事實了 然後什麼都汙染了 然後到那裡就認帳吧 所以呢 我們就去申請停止執行 要求停止開發 那因為中科有這樣的一個 很惡劣的案例 但是我們不知道那個司法 是不是能夠獨立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們也處理了所謂的行政訴訟 因為他們 這個行政訴訟 要先跟行政機關提出訴願 所以呢 我們行政訴願 然後 行政訴願兩個月 沒有回復 他還可以再延期兩個月 也就是說 從我們四月初 開始提出行政訴願 他們可以拖四個月 就是八月份 他才可以回復你 那八月份回復你 你不滿意的時候 你才可以提告 所以呢 你知道他們為什麼那麼急 要去 用挖土地去推推推推 因為他們想說 這四個月就讓你繼承事實 沒有訴人 你還在保護什麼 所以這個我們 大概八月份之後 我們知道行政訴願 應該是他們會護航 所以我們在八月份 也委託柯少登律師 進行所謂的行政訴訟 用司法 但是司法的程序怎麼樣 要討 如果跟中科三期一樣 要討幾年 討七年 所以我們還有第三個作法 就是因為明年一月份要大選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有收到一個 叫做公投連署的單子 雖然我們知道很難 但是最後這也是公民唯一的 直接民權的希望 我們透過在台中的兩百多萬人 我們大家能夠匯集 一萬零五百個公民的連署 我們就可以提案 提案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把幾萬個人的抑制 來否決二十一個環瓶委員做的決定 二十一個環瓶委員 他沒有住在西藤 他沒有住在台中 但是他決定你身上可不可以有重金屬 他決定你可以得多少癌症 你知道嗎 這種環瓶的護航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大家集體的抑制 來補絕 透過我們公民的護絕權去補絕它 那最後那個 柳害中金屬的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還是目前是一個 是一個整個環境裡面 包括環境荷爾蒙 包括這些柳害的化學物質 是大家都不清楚的 我講實在的 這個是大家都不清楚的 但是唯一清楚的是 只要增加了這些 我們不清楚的東西 就絕對有影響 我再強調一次 我們過去整個演化的幾億年到現在 我們跟整個自然界互動了這麼久 我們的祖先一直到現在 這些物質從來沒有出現過 我們不知道這些重金屬 這些有害物質 對我們的健康 對我們的想要 對我們的下一代有什麼影響 我們現在不知道它影響到底有多大 但是我們只知道它只要加進來就有影響 所以南屯文山國小的孩子 你看那個小 這變出來就有生 很慘 我再補充一個 在2007年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的學者 來台灣做哺乳動物的 小型哺乳動物的重金屬調查 它從日本也有經營 這個科技產業 它從日本韓國跟台灣 去採集這個所謂的捕捉這個哺乳動物去 就是小型的像老鼠跟松鼠 然後來看它裡面的這個重金屬的含量 結果發現台灣在苗栗三億的時候 抓到了一隻松鼠裡面 在肺部裡面驗出生化加 這個是在科學園區所用的這個東西 居然濃度是這三個國家最高的 你知道苗栗三億這個生化加這個東西 只有在科學園區會出現 但是是在苗栗的森林裡面 那你可以知道它距離有多遠 然後結果居然是濃度這三個國家最高的 結果這個日本的學者還去研究說 它的濃度到底有多高 高到等於是直接把藥投到那隻松鼠的肺裡面 所以你可以想像在科學園區旁邊的年輕人 說你要返鄉要幹嘛 要怎麼樣好生活 我實在是很難想像 如果是女生就更 就是要考慮清楚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所累積的所有的重金屬 會給你第一胎的孩子 你這一輩子所累積的重金屬 只要你懷孕了 你會給你第一胎的孩子 好 謝謝 謝謝 我看一下 有沒有沒有回應到 我覺得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暫停 破產案暫停 其實就剛才志豪有講的 就是你在題字內 就不管透過行政或是司法的 盡可能的去把它提出一些 可行可以暫停的一個方案 但是有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其實在體制外 體制外包括剛才志豪有講的 就是透過把連署公投的提議 這個部分要進行 但是更重要的其實是這個議題 要被更大的一個關注 才能形成更大的壓力 才能導致就是說相關的一個部門 包括地方政府 必須要出來面對 要形成夠大的壓力 然後這是有賴於我們自己本身 就是公民和我們市民的一個關注 那 我看一下 二階 二階其實也是類似的 其實有某個程度 除了大概相關程序的評出之外 其實是某個程度 你這個 這個 公民關注的壓力更大的時候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重大的一個爭議 那就有可能會經過跟我講的是 這次相對的 請問剛才 就除了這個 剛才最好有講到 台積電後面還有 還有那些開發案的環評 我是建議說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就真的開始關注那些案件 那些案件環評去參與 並不會太難 當然我們會很困難一下 再跟各位開工作坊 讓大家知道說怎麼樣參與環評盛查的過程 好 謝謝 好 OK 那 因為其實我們時間非常有限 我開放最後一輪 開放最後一輪 好 來 大家 我想要請問就是 有關資訊的部分 就是 想要請問說 如果現在 中 就是 廠區一直在破廠 然後再掛新的科學園區 那 有沒有 相關的法案是限制我們 現有的科學園區 在開發多少百分比 使用多少容積 就是開發多少之後 他們才能夠繼續進行下一個開發案 那 這樣子的話 如果有限制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能從這方面 左手去引導 就是現在的台積電去 讓他們到原本就既有的 然後已經是閒置的那些空間去 繼續擴長 那也成就他們 讓我們也不要再多這樣子的地 那這樣子的想法是有可能的 對嗎 我想請問這樣子 OK 我趕快先回應這個 有 政策環體 這是政策環體要做的 那 剛好五月二十有話過 就不過科技部 在負責那個科學園區開發的那個 機關室科技部 他剛好現在在做全台分區的政策 就科學園區擴廠或是新建的政策環體 那 台中剛辦完沒關係 剛辦完他們會有會議資料 那公聽會啦 公聽會會有會議資料 記錄 所以其實大家還可以上 還可以表達一件或書面 那這個資訊我想我就會轉給 我會轉給這部政務 對 然後請大家再請大家再注意 其實就很簡單就像 基本上 你們如果常常寫那個什麼 客服 就是客服滿意度那一種的 你們就照那樣子去上網去填你們的意見 你們的想法 那他會有當然科技部有科技部自己的資料 你也可以去 基本上我覺得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就找哪一天來台中 把科技部那一段資料給我們好好看一下 然後研究一下 然後大家把自己的意見 可以分別以網路的方式傳達一個科技部 他現在還在公聽會而已 所以他正式環境都做完 剛剛那個Eco有講說現在我們的科學園區 剛剛講說這麼多的閒置的科學園區已經開發 他為什麼沒有用完還要開發新的 那就是政策環評 政策環評還在做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中科擴廠的案子 他在搞什麼 他就說他不是一個新設的工業區 他是用一期二期的環評的核定量 然後擴廠 當然剛剛講說擴廠或新設就是要政策環評 但是他特別強調他的擴廠 並不會增加原本工業區的污染 並不會增加 所以呢他們用這樣的方式去擴廠 然後這種方式呢誰在用 幼青也在用 所以幼青他們也沒有新設 他們就是用擴廠 擴廠的4.6、4.7、4.8、4.0 他們可以4.100 你知道嗎 市期的4.1擴廠4.2 現在已經4.8 4.9了 4.9了 4.12了 你知道 就是我們的這些政府 他們在玩這種文字遊戲 實際上是新的工業區 新的污染 但是他們說他們這個4.1到 6.7污染這麼嚴重 叫4.12 你不覺得很荒唐 他們可以4.11萬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中車擴廠也是一樣 他們最後環評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他們根本就不是一期二期的 這個環評污染的上限 他們是超出了好幾倍 謝謝 好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然後不好意思 我可能沒辦法再開放提問 對 然後稍微做一下總結 對 我會覺得第一點就是 我們中部 我們的一個空污這個部分 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 真的一定要制定 重量管制 然後這個東西 有賴我們大家 更多的市民跟公民們 一起來 一起來關注 好 對 等一下 然後針對於 就是整個中科的擴廠這個議題 包括我剛才有講的 6月14號還有一個工作坊 然後有更深入的一個探討 我非常建議大家 對 有時間的話趕快幫我們參加 對 然後持續關注我們這個議題 我們這個議題一定要透過更 更擴大的一個 一個分享跟討論 對 然後讓大家更深入來了解這個議題 然後關於科技產業這件事情 這個產業本身 我會覺得就是我們的規範 一定要真的更嚴苛的 然後更進步的規範 來關注 來檢視這個產業 所有的產業 它的競爭力 剛才有提到競爭力 競爭力的一個產生 絕對不是透過成本外部化 就把它本來該負寫的責任 那些污染 然後把它外部化 或是走漏洞 然後因為檢測不到 所以我就不去做 對 然後那個部分就是 那個部分就是 也不是透過租稅的優惠 我們要知道 我們現在科技園區的租稅的優惠 是比一般的工業區 就是說它的稅率其實更低的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的那種 那種廠商一直擠破頭想進去 再來就是說 當你 就是說我們的地方政府 跟我們一般的一個市民 必須打破所謂的科學園區 科學產業的名詞 不要說這樣一個產業就是好的 我們要了解 就是說它只是冠上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名稱 它產生的污染 它產生的一些相對的成本 都是一樣都是很大的 需要被更關注的 然後來檢視來看待 它的競爭力必須是在一個公平的競爭底下 然後它用更高的科技 更進步的科技 更負責任的態度來產生的 這才是值得我們去期待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它的一個位置 一個選擇 絕對不要是因為 為了爭取地方的一個政績 好像我爭取一個科學園區 就是我的政績的這樣一個迷失來產生 一定要去選擇它適合它在哪一個位置的規劃 對 非常不要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然後再來就有提到 就是我們現在規劃到的一個 已經產生的科學園區 應該盡量的先去使用 而不是一直在莫名其妙 一直在增加在擴散 對 然後這是我自己本身 然後針對我們今天這個議題的一個總結 然後對 然後剛才 就自然有提到它要打一個廣告 待會我們給它一點時間 謝謝 明天6月6號是全台灣的 反空或者大串沿的活動 那不管你住各個縣市 只要中部米南都有活動 那在台中的活動是明天 明天早上7點半在台中都會公園集合 那8點的時候你們要出發做什麼 會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們要去這個彈藥庫的森林 這個彈藥庫旁邊 就是說很多人在關心這個議題 但是都是非常抽象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明天我們可以到彈藥庫旁邊的森林 你去看那個叫做森林 跟秋紅古種的樹就不一樣了 那我們看完之後呢 我們會到那個彈藥庫的門口 或做一段小遊行到台機店前面 因為過去可能人家人收到很多壓力 但是好像台機店好像覺得他沒有事情 所以我們明天會到台機店的門口去進行記者會 那我希望說張東謀他應該 如果他有一些所謂的社會責任的話 他也應該出來對應 我們提出了3點的訴求 過去到現在我們提出來 第一個 第一個 剛剛我們講 他用掉440萬會產生這麼多的被氧化碳 用掉這麼多的台中火力發電筒的電 我們要求台機店應該自己 應該使用再生能源 自己發展再生能源 他不能造成全球的暖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剛剛看到3月份天下雜誌 七爆他們把這些有毒的廢區到處亂丟 他們台機店的那個高層說他們是無毒的 因為他們相信政府認證的那個甲級煩暴公司 跟那個義美好像也差不多了 說那個我們買的都是符合G&T的 所以我們第二個訴求是要求台機店 必須要自己能夠處理自己的有毒廢區 他不能過委託給一個沒有能力的煩暴公司 那第三個 第三個我們要求 因為現在目前水資源的浩劫 這個乾旱那麼嚴重 我們要求台機店 他能夠自己產生水 比如說海水淡化 不要跟農民搶水 那他符合這三個要求 並不是說他就可以在大杜山森林這邊設長 那我們如果這三個要求都可以了 其實他到哪裡都可以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如果他的這個污染什麼 什麼用水用電什麼都沒問題的話 他到哪裡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台機店應該要面對這三個問題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謝謝小小姐 謝謝 謝謝我們今天他們都請了一張 最後我們再做一個下去要講解 萬一各位下個禮拜或是每個禮拜五有空的時候 都可以晚上七點半來到好山這邊 那因為其實今天的新龍頭 大家都看到 除了關心在地環境的議題之外 究竟是怎麼樣的時經點去執行死刑 那這邊其實有一本叫做冤獄人生 它是一個真實的一個紀錄 瑪達米恩 非常年輕的一個青年 是因為他的裝扮 讓大家開始會覺得 是不是他跟在地的三個南童的這個虐殺是有關聯的 所以他就進入了社會體財的不公 再加上司法的不公 我覺得其實現在媒體的報導好像也比較偏單一的面向 如果朋友你有興趣的話前面大概我們這邊還有幾本 原價是380塊 然後這邊等於算是用一麥的方式是250塊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前面翻一翻 然後如果想要把它帶回去好好去看一下的話 可以把錢放到這裡面的那個箱子裡面去 那謝謝大家今天來 然後在零天的時候也請麻煩各位去幫我們房 場地請大家做一個復原 譬如說如果你是白色折凳的話就把它疊在一塊 然後如果是那個有餅背的話 你就把它稍微折起來 往場地套往前來做一個場部的工作 好 下禮拜再見 拜拜